不要以为很多台湾人知道 中国护照免签哪些国家 我在翠上面也看到不少年轻人说 蛤?我还以为中国护照也可以免签欧美日韩 诸如此类的 为什么? 因为那篇文章是在跟大家科普说 中国人去日韩是需要准备材料 是需要准备资料的 运气不好还可能被拒签 所以下面就有一些台湾无资的年轻人下去留言 蛤?真的假的啊?怎么可能? 所以啊,如果是基于一些年轻人对中国的无资才说出 让你破防的话 那就是你玻璃心了 哈喽大家好,我是八九 最近有一个小粉丝跟台湾聊天 结果大破防了 在小红书上发文痛呛我们台湾人 带大家来看一下他的贴文 他发了一个小丑的图片文字配上 咱们聊天就好好聊天啊 非要一个不小心就把话题聊到护照上 绿茶地来了一句 哎呀,原来你们不能去啊 你们怎么来韩国的呢? 你拿什么签证? 大哥,我建议你把台湾的护照免签全球 文在脸上吧 不要明知顾问让我陪你演这出戏好吗? 标记中国签证 首先啊,这个事情也有可能是 你自己幻想出来的台湾朋友创作文 对吧? 用来高级黑中国护照 因为你可能也觉得中国护照不好用 所以你弄这样的方式 幻想自己的一个朋友来高级黑 前几天我的Shot也分享过 一堆小粉丝集体摆拍 买房遇到日本人 我在广东、深圳、上海、浙江、什么内蒙古 买房遇到日本人,对吧? 日本人想在青岛买房的 任何事情 被我给他 我日本是在重勤买房的 我平坦 我平坦上还刚将买了 被我遇到 日本人在北京买房 对我给他 日本人想在房上买房 想在杭州买房 我就买房 在门地买房 他的信息会买房 不韩买房 你都买 他还买房 会都经常在买房 韩子买房 六十几组日本人 都在中国不同地方被遇到 同一个人买房 台词、价钱全部一模一样 呵 不然就是什么? 小粉红机体摆拍 在日本、在韩国 暴打在地人 明显就是创作模板 对吧? 最好每一个暴打日本人、韩国人 又都刚好是山东人 对不对? 我把日本人给打了 把日本人给打了 把日本人给打了 日本人给打了 把韩国人给打了 韩国人给打了 我得回国了 我没人做 我呢?是山东人 不是这么个性格 是山东太安 就这脾气 山东太安 就这性格 我觉得 而家使小红书上这件事情 是真的 那肯定是你表现出过 我想统一台湾 五行红旗啊 领袖啊 是习主席啊 是圣上啊 不然不会有台湾人 会主动先去这么的讽刺你 如果中共没有主动想要先侵略我们 根本就不会有我这个频道的出现 而且说真的 不要以为很多台湾人知道 中国护照免签哪些国家 我在脆上面也看到不少年轻人说 蛤? 我还以为中国护照 也可以免签欧美日韩 诸如此类的 为什么? 因为那篇文章是在跟大家科普说 中国人去日韩是需要准备材料 是需要准备资料的 运气不好还可能被拒签 所以下面就有一些台湾无资的年轻人 下去留言 蛤?真的假的啊? 怎么可能? 所以啊 如果是基于一些年轻人 对中国的无资才说出 让你破防的话 那就是你玻璃心了 还有一点啊 台湾护照确实没有欧美日韩好用 这也是事实 所以你才会反凤 把台湾护照吻在脸上 但如果今天我们台湾说要去侵略 欧美日韩任一个国家 那自然而然的 就会引起当地人民的反感 我们假使要去统一日本好了 所以呢 我们要统一日本 我们就会从文的从武的嘛 对吧 当然就是先贬低 否定他们的任何成就 当我们恶意贬低说 你看日本通缩 日本房产泡沫化 日本日币大别 这么一天啊 我们要收复九州 四国 本州省 自从这个二战战败之后 我们台湾才是日本正统 反正为了统一说什么话都可以 那自然而然的 日本人就会对我们反感 对不对 对我们反感之后 他们就会反向来证明 哎没有耶 其实我们的护照比你们 台湾好用 那如果我们的护照比你好用的话 我跟你同一个屁啊 对吧 那这个时候我们台湾人听到这句话 我们破防了 我们说 哦 你们这日本护照有多好用 把日本护照免签全有 纹在脸上啊 笑你不敢 这就是这个粉红发小红书的心态 做不到一百分 你就跟我一样是零分 所以呢 既然我们两个都是零分 我还要帮你大肆宣传 来掩饰 咱们都一样懒 你这么不爽 你怎么不去呛你家中共啊 为什么要搞一对战争外交 为什么不再加入WTO之后 开始民主化 开始放权 为什么八九六四的时候要去增加 为什么人均始终无法达到三万以上 让中国护照更能被系统性的全球接纳 当然下面就有留言呛说什么 谁早要让你们换成红皮护照 这是什么螃蟹民族心态 还中华民族呢 叫螃蟹民族好了啦 有人成功往上爬呢 就把它夹下来 我也躺平我也不想往上爬啊 可是我看你往上爬 我心里就不爽 把你夹下来 最近还有一个叫做王玉五十几岁 在日本追逐十八年之久的中国大妈 他跟他老公在日本做进口商品公司对吧 那估计大概率是拿到日本护照 或是日本有居啊 小孩也在日本读书出身 那他拍了一条影片 嘲讽日本人小夹子气丢脸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段影片 看日本人多有意思啊 我老公在楼下教那些老太太太太集权 老太太们呢 正中其事的几个人 送给他一套饼干 里面只有三块 要中国人的话 咱们中国人不好意思 怎么能这样恶心老师呢 就中文化的不同 三块万万学笔 还得几个人 答应上这儿 写上感谢 还得拘着弓给老师 所以呢 我替我老公美美的吃掉 非常搞笑对不对 那这条影片啊 被日本网友大翻译运动 在推特上 一百多万的观看率 下面都是日本网友 这样的留言 对不对 我们日本人这么小气 日本人那么坏 你为什么要在日本十几年 还让你小孩在日本读书 学习这种日本人的小价值器呢 回中国中国最棒啊 其实讲实在话 送什么不重要 重要是心态 心意对不对 送三块饼干 你说人家恶心 不然是要送你老公什么爱马仕包包 还是什么爱马仕家具 还是送你几台华为手机 小米苏机啊 这是什么价值观呢 而且讲实在话的 你不爽的 你在嘲讽的其实不是日本人 你因为占有欲 因为你不爽 你的老公被其他三个女人 送了饼干 你吃醋 嫉妒心 但是你又不能明着讲 为什么呢 因为你老公教人家太极拳 那人家呢 觉得好像可以送一些东西 回馈给你老公 礼商往来 所以这个合理化的行为呢 你不方便这样 但你心里又难受 你的情绪价值又没有办法去释放 所以你只好把这个问题上升到 中国人跟日本人 这样就合理化 我可以抱怨这件事情 我又可以炒作民族情绪 一举两得啊 我讲难听点 今天如果这三个日本老太太 送你老公真的是名牌 还是什么很有价值的东西 我估计你破防的更严重 而且他下面的文字还说什么 中国人大气不拘小节 日本人小气 但是礼仪周全 是啊 多不拘小节啊 996加班 007才能薪水到56000 67000 像你不拘小节到日本 拿身份定居永居 嘴上爱中国 说中国文化多伟大 买到烂尾楼啊 都不拘小节了 继续搅房贷 说给中共继续打江山 不拘小节 连红绿灯多处故障 造成南通校车大巴事件 抢救了一个 已经变成西瓜 到处都是小孩 还可以抢救五个多小时 多不拘小节 昨天我们影片不是提到了 江苏南通这起大事故吗 还不知道细节的观众朋友 等等可以回去看我昨天那条影片 总之现在中共开始限制家属 在网路上发声 妈妈也说了 我家孩子明显就已经到处都是了 你到底在演戏 四五个小时抢救 李文亮在世吗 你给谁看呢 我看下面有些网友就在说什么 检查你家小孩身上有没有其他的地方 是被拿零件的 而且她妈妈也说啊 如果中国的一些平台在给我屏蔽的话 我就会上京告预状 当地政府 只手遮天 我想跟你说啊 我蛮同情你的遭遇 但是千万不要秉持这一种 都是当地政府的错 北京中央绝对没有错 一定都是像古代那样啊 圣上啊北京中央被地下的那些地方官员 只手遮天 所以呢我要去找青天大老爷帮我主持公道 没有用 重点是这个体制 北京啊是有中国各省的办公室联络处的 办事处的 那那些办公室啊办事处啊 公用只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当中共中央的官员 要去譬如云南省视察或是举办活动的时候 那在北京的云南省办事处或是办公室 他就要负责接洽处理这个这个事情 那第二个是什么呢 负责把外省到北京上访的人 结访前访 比如说一个陕西的访民 那在当地上访无果一直被屏蔽 对吧 那他呢 就搭火车搭高铁 要去北京上访 那在北京上访的过程 你要先经过第一关 就是躲避掉陕西当地政府人员的解访 公安的解访 那你逃过了这些 你好不容易到了北京 到了信访 北京信访局之后呢 北京信访局的人 也会听你讲述你的冤情 但讲述完你回去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 你住了酒店被人家敲门 下面有黑衣人 把你遣返回陕西 那这些人是什么 就是那边办公室厅的人 而为什么他们会知道 因为北京信访局的人 会打电话给 陕西啊 陕西今天那个某某某 他是不是在你们那边围权过 你们怎么没有解访他成功 他已经来到我这边上访了 他现在在哪哪哪哪哪 穿什么衣服在哪 然后把这个资料都发给你们 他住哪个酒店 晚上去把他给我解访回去 我明天不要再看到他了 常规操作嘛 网路上这几年流传出 多少这样的影片 你们都视而不见 田共的台湾人也视而不见 小粉更是视若无睹 我们还可以看到有人说 昨天下午就坐在那边 一直流眼泪 中午去花店订母亲节花束的时候 就听到警察打电话 给他们家的店主说 不允许再接订单到 送花的出师地了 对吧 如果你到那边就有一辆大面包车 看着你去送花 里面全部都是便衣 今天上班听同事说 他朋友的花店 已经不允许卖菊花了 甚至还有网友说啊 昨天很多中共的警察 去了学校 要小孩跟老师不允许 讨论这件事情 如果有人违规讨论这件事情 你们可以互相举报 有讲的 这个可能就比较符合 前面那个在日本的中国大妈说的 中国文化 中共文化 其实才是这个 互相举报 父母举报孩子 孩子举报父母 对吧 连圣上他都被他自己母亲给举报过 我们来看这条留言 小粉红是多么的无耻 这个小孩小孩咕噜噜 他就说 孩子当场就S了 他我们说是抢救 无效给S的 这个叫做李时婉 蜡别小新投贴的粉红了 他就反枪 你咋知道啦 你是专业的医生吗 你在现场吗 如果有生存的机会 布拉斯医院抢救吗 问号 推特上的照片 你今天只要是一个动物 你只要有两岁智商 三岁智商的动物 哪怕是猫即便是狗 看到一个人 一个动物的 这里已经到处都是天女善花 你跟我说 你怎么知道他还没有救 不如让这个李时婉来示范一下 就是让你这边天女善花一下 再跟大家讲一下 怎么救的活 救活的几率又是多少 有抢就有机会嘛 今天影片到这就结束